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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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以為你心情會遇到什麼 會死掉的事情 因為看起來就是愛演戲 才會演得那麼生動彼爭 我就有遇過一個事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可怕的程度你們自己評評理 就是我國中的時候 有一次放學回家下午 然後就有一個中年男子 我當時記得他禿頭 他就是外型特徵 然後開了一台那種 蠻破舊的轎車 就說 妹妹啊 我是記者 我要去那個自強隧道 採訪一個新聞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走 你可不可以帶我去 然後我就想說 不要 免得會被騙 然後他就一直拜託我說 我真的要趕那個 什麼新聞採訪 然後我就自作聰明說 好吧 那我帶你去 可是我要坐後座 我就覺得這樣應該就是會 比較安全 然後他就說 喔 好啊 然後一開始都很正常 然後漸漸逼近自強隧道的時候 他就開始跟我聊一些說 妹妹啊 因為唯有女了喔 我就很好奇說 你在這個年紀開始發育了沒 然後我就說 有啊 他說 像你月經是來了沒有 然後我竟然還去跟他講耶 因為我想說 就不知道如何拒絕 然後我就說 有啊 他說 那你胸部會丈丈的嗎 然後就看我說好害怕喔 然後就想說完蛋 他會不會對我怎麼樣 結果最後這個人也很另類 他就去自強隧道 然後這樣繞一圈 然後又把我送回家 沒事 你算很幸運耶 所以他根本 就只是想跟他聊一些 這種題材吧 我後來講講 他要強暴我也可以的啊 其實我覺得他會講 其實可能就 很有百分之七十八十會行動 或者可能他就是 他就是跟徐希蒂聊了一下 就從後照鏡中看見 就 我強暴我當時給我長眼 可是我覺得 會想要強暴人的 他應該也不會管那麼多了吧 會啦 有的還是有一點品味 可是我已經算是還 但是我後來長大冷靜想想 覺得當時其實很危險 很驚險 很驚險 你一個人生可能完全轉向耶 呆子 你真的 我也不知道 我當時還覺得自己做後座 已經很聰明了 好啦這個故事有一點教育意義 就真的不要一時好心 就是冷漠一點就冷漠一點吧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幾位明星 來跟我們講他們的驚險故事 那驚險故事的標準 可能在很多看電視的人 聽了以後會笑出來 就說這有什麼驚險的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的人生就 只有到這個程度而已 他萬一有稍微博得一點的同情 覺得說哇還不錯 真的滿驚險的 那他們今天就會得到 我們這小小的一筆慰問獎金 今天康熙邀請了五位來賓 他們都有恐怖的驚魂故事 而他們的驚險記 經過我們的膽小評審團 戴艾琳與葉隆廷鑑定之後 誰的故事會是最驚險的呢 所以李嘉可以活到現在也很難得 對啊 因為他之前在我們的鬼故事 就取得勝利 因為他抱過鬼 以為他是媽媽 真的齁 其實更恐怖的是人 對 而且佩珍你知道 等一下有幾位明星是 如果那個驚險故事沒有成功的話 他會再套一個鬼故事出來幫助 看能不能夠 我跟你講佩珍有一個鬼故事很可怕 是外景那個 有像電話響音 對 不過S我要承認就是 我不瞭解我們今天的評審陣容 就是 我現在很難祝福大家 幫忙為什麼可以給這個任務 沒有葉隆廷還可以理解 因為他本身非常衰 所以他很能理解衰的感覺 可是我跟你講葉隆廷 雖然倒楣 可是他很難做今天的評審 因為他沒遇過什麼 你知道他講他的驚險狀況 給你聽聽看 來 有 我有一個非常驚魂的事情 你真的會惹怒大家 沒有 真的很恐怖 我覺得我快死了那一天 就是我小學的時候 五位明星他父親是許不了錢 所以衝著這一點請大家多包涵 沒有 像我真的 我的故事很驚魂 大家都很害怕 我跟你講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然後我跟我表妹 就是我媽叫我跟我表妹去留下巷口倒垃圾 然後我們就跟我表妹提了垃圾去留下 然後邊走邊走 我就發現後面有一個很大 很像馬 然後其實是一個大狼 然後表妹又說 其實後面有一隻那個狼狗 要就是一直跟著我們 然後我就跟我表妹講說 你不要緊張 我們不能用跑的 因為如果用跑的狗會一直追我們 反而會更追我們 我表妹會說好 一講完我就趕快跑 然後我跑到另外一個巷口的便利商店 然後留下我表妹一個人在那邊 還好我沒被咬到 嚇死我了 所以在林金的故事是什麼 好驚魂 你是不是狗有追的 因為林金叫你 你還有臉馬就跟著講出來 你真的對不起大家 最後躲到你有沒有追你們 最後 他把你表妹咬死嗎 我表妹被咬了 然後一個拖鞋被狗咬走 表妹有被咬是不是 還好我們被咬 嚇死我了 那你講這樣我就想到 那我可以講動物嗎 我小時候被猩猩抓耶 怎麼會被猩猩抓 對啊 不是 你知道我媽媽很小時候 很喜歡帶我們去那個動物園 然後我就對動物都很好奇 好可愛好喜歡 就走到 你知道猩猩很大跟人差不多 就走到籠子前面 結果 結果 他的手 籠子應該是伸不出來啊 他手 然後我居然 他居然就這樣 抱住了你知道嗎 然後我 我不要 差點流出來 我這樣 吃過一吃過 而且他很煩耶 你就被這樣夾在籠子那邊 對啊我就跟他貼著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他腳 我腳是這樣 他從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很怕動物 妳跟欣欣臉對臉 對啊 他就是抓住我啊 然後我的腳 他有親你還什麼的嗎 他親不到 因為有籠子 然後我一直這樣子 可是那個身體是碰得到毛 那他的情緒是生氣的嗎 我覺得他 他是不是發醒 他應該發醒 你那時候走路應該都是這樣 真的嗎 我好怕 他走路很怕 我提醒你回家好嗎 那是那個人家的動物 我這麼怕 其實我覺得觀眾已經轉台了 因為這兩個人都很幼稚啊 就是 身心被狗捲跟被心心爆的狗 你的心心爆很可怕耶 對啊 真的 可能跟年輕很多小朋友 都有過跟動物相處 不是生死一瞬間嗎 我一直都沒有那種感覺 佩天覺得很羞辱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以兩位小妹妹的人生經驗 聽今天的故事也不錯 就是 你們等下聽了五位明星的故事之後 覺得真的 夠驚險的 就要把慰問獎金頒給她 但來聆聽完故事 你就會覺得自衛那個男的很溫馨 完全沒有什麼驚險的感覺 那我們有各位要講的故事的題目 欣慧可不可以先轉過去背對我們 好 首先是工作人員初選的第五名 變成後 聽起來不太刺激 好恐怖 其實是很恐怖的 講講看吧 對啊 就是 其實我蠻大膽的 因為 就是我很想去歐洲 然後一直沒有辦法成行 結果有一次 就很意外的狀況下 就剛好過年 就很大膽去了 結果呢 什麼事情都發生在我身上 一個人去義大利 我一個人去歐洲一個月 義大利哪一個城市 羅馬 對 然後它那個旅館其實就是 我想說只是睡一晚隔天就要到西班牙 所以我覺得還好 白天的時候我就 一個人就是出去走走看看 就遇到一個巴基斯坦的女孩子 然後她男朋友是義大利人 他們就說欸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逛 我看你一個人很很 就蠻危險的 我當然就好啊 而且女孩子我就沒有擔心 就逛一逛著晚上的時候一起回飯店 她就發現 你飯店面前怎麼會有一個 就黑人 而且她已經倒在街上 所以就追走這樣子 我想應該不干我的事 我就直接 她就趕快說你趕快進去 我就進去之後沖個澡 差不多五分鐘 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了 這時候在那個長廊上面啊 其實那小小的旅館大概才 五間房間吧 所以其實那個聲音都可以聽得到 就突然之間就有這種 就是完全是那種好像要 就感覺是一個醉醺醺醺的大汗在外面這樣 然後我直接就想 不會是那個黑人吧 很壯欸 然後重點我又想 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她應該睡覺了 然後沒多久 她居然就這樣子 沒有辦法做聲效 你知道她就直接敲那個 木頭的門 而且五個門 只敲我的門 就這樣子 我睡覺敲 然後砰砰砰 我整個是嚇到了 而且我的門是木頭的 就可以敲得破是不是 不是她一腳就 可以踹進來 我就 我想說 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 我現在又怎麼辦 好險有遇到巴基斯坦的女孩子 我就趕快傳簡訊給她 她就跟她男朋友講說 就是趕快來救我 她就過來 所以她跟她那個 就是跟她女朋友 那巴基斯坦的女生 就一起過來 然後就把我帶回她們的飯店 就變成 一張床 睡我們三個人 我就變成很大的電燈泡 可是也因為她 所以那個 醉漢 就沒有 我覺得因為是她們的關係 所以沒有闖進她 所以她們來的時候 真的看到那個醉漢在敲門嗎 我不知道她們有沒有看到 她們一上來我只知道 我其實我已經嚇得 臉色發白了 我覺得滿爛的 沒有 所以妳自己為家 就這樣 這好香 她們要平起馬褲要被狼狗咬到 妳就這樣只是敲門而已啊 她表妹被咬了啊 可是妳怎麼發生的話 欣慧妳有沒有鬼故事 鬼故事有一個在馬來西亞 她的鬼故事萬一很爛 怎麼辦 好了 直接叫我啦 沒關係 讓她講一下鬼故事 馬來西亞是有一次去工作主持 然後後來我們就到一間飯店 就是休息 可是之前當天的工作 是去採訪一個戰後 發生事情的地方 然後她就是 就日本軍好像有略帶病精 然後她們就是為了震住當地的鬼魂 然後把日本軍閥的照片 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進去的時候 有稍微介紹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我有點嚇一跳 然後晚上睡覺啊 我就會怕冷 所以我就會把那個冷氣關掉 就睡覺睡覺發現 就冷氣空調已經關了 可是臉上有人在吹風 我自己 後來你是不是就蓋被子 然後翻身的時候 皮膚會露在外面 就你的腳底也在吹風 我就知道 那應該不是心理作用 就閉著眼睛衝出門 然後去找那個製作人員 跟她睡 到那個女工作人員房間之後 她也是邊間 旁邊就是那種濕火 你知道會有警鈴 然後呢 我就跟她睡 對 也是躺了五分鐘之後 突然之間 警鈴就響了這樣 亮亮亮很大聲 我就第一個跑出去長廊看 完全沒有人出來 沒有一個人 然後隔天早上啊 我就覺得 不可能不可能 應該是心理作用 我就趕快跑去問導演說 你們昨天沒有聽到警鈴響嗎 因為他們住隔壁 他說完全沒有 我就覺得很毛 我說那你們都沒發生什麼事嗎 他說有啊 他們的廁所門沒有關 然後有人站在那邊 就是上廁所 男生 然後聽到尿尿的聲音 就在馬桶這樣子 然後他們其實覺得出外景 難免會遇到 那日本軍閥有出現嗎 最後 沒有 沒有 一直深深在我心裡 自己害怕 來新聞哥請轉成被捕 我後面還有別的通告 可以嗎 我多少時間你知道 我剛才跟老公吃晚餐耶 我 真的 對啊 這個故事不行對不對 日本軍發生沒出現 人家你家那個鬼都已經被他報到 來 李星雯同學請轉過去吧 什麼東西 這叫料理嗎 其實 其實我的這個驚險故事啊 慶竹難輸啊 不生沒絕 除了上山還要下台 李星雯的故事一個比一個驚險 李嘉被追殺 媽媽竟然見識不就啊 就跑衝進來啊 然後掐著我的脖子 然後頂到那個牆壁上面去 然後我媽就很緊張 就開始拖著我 就這樣跑啊 就是這樣衝 然後我掐著高一點點 就這樣一直跑 旁邊都是田 然後就這樣一直跑啊 然後跑跑跑一跑就跌倒啊 然後我 就管我一直跑 她說 她說妳就捲款捲頭了吧 那一次我們是要去墾丁海岸啊 去找那個 去研究那個珊瑚礁 就是那個時候決定要夜淺 夜間那個珊瑚礁它才會噴發 它那些卵紙啊 和金紙 然後我們就一行人就下去了啊 哇 我帶著這個興奮的心情下去 下去在水裡面啊 突然之間喔 大概成千上萬 可能不止了 上千萬隻的那個丁香芋 大家有吃過丁香芋嗎 就小小的嘛 我們炒那個花生那個丁香芋 哇 突然不知道從哪那邊 很齊的菜我們游過來 很多 數量很大 大到我們根本 如果我們在這邊的話 那麼多人喔 根本就 沒有辦法面對面的看到 看不到對面的人 看到對方啊 這輩子從來沒有這種經驗過 好可怕喔 也有點興奮 也很驚訝說 哇 大自然這個大發生的時候 這麼…這麼驚豔 可是呢 旁邊的人就急著要 我們趕快上來趕快上來 然後我那時候 又很內急你知道嗎 就在海裡面跳就好啦 你們在海裡面有沒有內急過 有啊 有嘛 對不對 就直接排掉嘛 對 突然一股暖流在胸中這樣子 可是還是很急著被人家叫上去 對… 剛剛剛剛插坡一個 那你什麼好強啊 說實實那實快 突然大家一直要我們趕快 趕快就是趕快急著要趕快上前啦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好奇怪 你們這麼急什麼呢 那這個眼看著我們那個氣表也快沒了 氣壓沒了 好不容易就慢慢慢慢上去了 哇 大家都上來 他說趕快回岸上 趕快回岸上 我說為什麼急著要回岸上呢 好了… 大家就…這個…這個… 很匆忙就回到岸上來 後來我才知道啊 像這樣的狀況裡面非常危險 為什麼 因為有大型魚類會來… 喔 我們大型魚類在台灣 嚴寒地科可以想到什麼魚 鯊魚 對 所以說那前天上完的丁鯊魚 後面接鯊魚 可是鯊魚又不會攻擊你們 不一定啊 可是他們躲在… 全世界有二十幾種鯊魚會攻擊人 因為他們人類在丁鯊魚群中 萬一鯊魚本來是要吃丁鯊魚 就吃到牠們了 對啊 因為你在混亂之中 牠不知道啊 牠只要有在動 牠都把它視為越遠 所以丁鯊魚完全沒有任何危險性 丁鯊魚有 第二個就是丁鯊魚 牠那小隻牠會鑽到你的耳朵裡面 那就更危險 那時候你就會 如果鑽進去的話 你去摳牠就會越擠越擠 對不對 是不是很難過 我還有一次耶 我們為了要趕路 也知道那個福山吧還是哪裡 走北四溪的時候 那溪水很快 湍急嘛 那溪水很湍急 那這個水就那麼深 那我們為了趕路 這邊超進路比較快啊 所以我就背著那個背包 就想說啊大概 沒有多危險 然後我就走走走 懸崖大概在那邊 走走走走走 走到這邊來的時候 沒辦法 那個水太深了 大概到這邊來了 就被衝下去 整個就衝下去 衝到什麼 衝到那個深潭裡面啊 被水這樣 衝下去以後 我眼睛張開來是 看了一片白白的 就是那個水 白白白 然後欸 怎麼突然變得好安靜 因為那個力量很大 然後我帶到這個水 最水底下 可是我還沒碰到底喔 然後突然我想大概掛了 因為被衝到那個深潭裡面 然後那莫名其妙 欸 我又浮起來了 哇 我又 人又活過了 欸 請問你剛才錄以前是有多久 整個人的專輯還幫你 等一下 李欣文 你們節目這麼恐怖 那你們是怎樣 就是都有保險嗎 有保險 一定要保啊 好 葉蓉婷 有比賈欣慧那個 黑人敲門的故事好嗎 有恐怖一點 有一點啊 有恐怖一點 就很像在打仗的感覺 隨時都好像掉命的感覺 對啊 妹妹是覺得像 就像老兵在講抗日戰爭的時候的故事嗎 對 對 我有啊 他講到激動出他皮鞋 都會這樣啪啪 這樣啪啪 然後晒起來 這樣 那裡都會內地喔 那裡都會 身邊跳皮 這個方面 我又不小心 我掉到水裡面可以當那個 挖斜 李欣文的故事其實很勇猛 只不過我們沒有經歷過的人 不明白那個當中的 驚險的程度 好 那李嘉小姐請你轉過去吧 一下是工作人員出選的第三名 無理丟炸板塊 又來搞悲情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一首歌嘛 對 這是一首歌 但是這是一個故事 這是發生在我14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很流行做秀 秀場 就是一檔秀大概有七天 然後會找大概有五六個歌手去唱 那我記得那時候我在嘉義表演 然後主秀是 那時候陳一郎還在的時候 對 他是主秀 那那一檔剛好是一個嘉義的大哥 就是兄弟 他包檔 所以他賣出去的票啊 通常都是賣給小弟 然後小弟再去賣 可是通常他們賣掉的 通常都是流氓小弟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一上台 那應該是我一生當中看過 最多最多的兄弟跟大哥在現場 那整檔秀後台也是啊 全部都是大哥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一檔秀唱完了以後 最後一天要領錢嘛 然後領錢的時候呢 因為他們現場就有賺一些門票的費用 大概算一算 那個大哥算一算大概有十萬塊 我就看到十萬塊 我就說 欸我才唱九萬塊欸 那給我好了 那個現金啊 然後全部的大哥就這樣看 然後我媽媽就說 欸小孩子不要亂講話啊什麼的 沒有沒有沒關係啊 因為其他都是開票 後來那個大哥就想一想就說 欸好吧 反正也剛剛好 我大概唱九萬多塊 那個時候七天 然後他就有把錢給我 你知道現場有多少 大概五六十個啊 外面有兄弟啊 然後旁邊就是大哥啊 大家都抽菸啊 就看著那個錢這樣算啊 還有小弟 然後就拿給我這樣 然後也沒有放在任何信封套裡 就這樣啊拿去啊 然後我媽就拿過 他說欸你算一下 然後我媽就這樣算很緊張 一直算一直算一直算 然後我想說啊我媽在算錢 然後我就去上廁所 結果我進去廁所裡面的時候 就聽到有開門的聲音 我在裡面 然後一開門的時候 就一個男的 就跑衝進來啊 然後掐著我的脖子 把我頂到那個牆壁上面去 而且那時候我個很小 他就這樣把我推上去 是整個這樣子 把我掉在半空中的 然後他就說 李嘉我現在要跑路 你可以不要借我十萬塊 然後我就說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 他說妳在說謊嗎 我剛剛就看到 就是那個老闆給妳十萬塊 給妳媽媽 我說不在我身上 不在我身上 然後他就說 不在妳身上 那妳根本妳媽媽要啊 叫妳媽媽拿給我 然後我就說 可是那是我表演的錢耶 我為什麼要給妳 然後 很神奇 因為我覺得我唱得那麼辛苦啊 為什麼我要給妳啊 然後他就 從他就是後面 拿一把刀出來 他說 我跟你講喔 小朋友 妳不要這樣子喔 我知道妳是誰 我知道妳住在哪裡 妳不要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是 妳家裡的人啊 爸爸媽媽怎麼樣 他就威脅我 然後 那時候突然間就有人開門 就是廁所人進來上廁所 然後就有一個 另外一個男生就看到了 那個應該也是另外一個大哥之類的 他就跑這樣說 什麼事情啊 然後 他就說 喔沒有啊 我要跟他要跑路費啊 然後那個大哥竟然說 欸那小孩子耶 妳幹嘛連小孩子都要這樣子欺負啊 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兩個開始爭吵起來 然後我就趁著他們在爭吵的時候啊 就跟他衝出去跑出去 然後跟我媽媽講 我說媽媽 剛剛有人就是要跟我拿錢啊 然後我媽說 蛤真的嗎 那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趕快走 那個人好像我還聽他說 欸妳不要走 妳不要走這樣子 然後他被那個男生拉住 然後 我媽媽就聽到很害怕 就那時候我都沒有換衣服 我就穿著繡服 然後高跟鞋 然後我媽就很緊張 就開始 拖著我 就這樣跑啊 就是這樣衝 然後我穿著高跟鞋這樣一直跑 旁邊都是田 然後就這樣一直跑啊 黑 然後跑跑跑一跑就跌倒 然後我一直趕我一直跑 她就 所以 就覺得我再跑了嗎 然後 等一下 然後我就一直跑 我就一直跑 對 十萬塊他就拿去 當然喔 不然他媽媽就會拉他一點 他就一直跑 然後跑一跑中間 然後鞋子還掉到田裡面去 然後我媽說不要撿了不要撿了 因為其實我回頭看 看到其實好像那個大哥 他好像又找了兩個小弟 然後有人跟著我們跑過來 所以那個在廁所裡面要 討錢的那個 然後我們就看到有人跑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追我們 但是其實應該是吧 然後 而且我鞋子掉到田裡面去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 然後我不要我一定要那個鞋 然後我還爬下去撿 然後就撿 就爬上去啊 然後衣服全部都濕掉 因為田裡還有泥巴之類的 然後就 衝衝衝衝就跑回去飯店裡面 然後把門鎖起來 然後我媽還很誇張 把那個 就是飯店裡面有那個櫃子 然後把他推到門子 把他塞住這樣子 後來因為那個飯店還滿老式的 所以還有窗戶你知道 我們還偷偷看外面 就真的有一些就是兄弟 然後在樓下 就是在找我們 所以賈欣慧聽完有沒有很內疚 我好害怕喔 所以比起來你的是溫馨小品對不對 對 我真的是 真的很小 很小 有一個啦 我突然想到啦 你又要講我 我還要繼續繼續 我還要繼續繼續 對啊 人家可以這樣敢通透 我還不知道喔 我還有一個 鬼故事嗎 鬼故事下次再講 妳行程太滿 妳學二歲抱到鬼 其實就是又被流氓 鬼故事 妳人生是怎麼樣 妳不會是被追完金飯店 直接又看到那個鬼 沒有後面還有遇過 妳完全是 當然喔 是老江湖耶 是老江湖耶 其實這個之後 就是去錄影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有個結 綠家的恐怖經驗 差點連名都沒啦 林薇薇騎馬受傷後 竟讓她做不成生意啦 我根本每天走路 都這樣來的 然後後來我就說 沒有辦法 幫我停不起來 我這樣沒有辦法動作 我就這樣 誰要 誰要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誰要給你 誰要給你 誰要給他喝酒 你知道嗎 那你就 你就比較顧你這邊的客人 你就說 人家王總對我比較好耶 不要理這個 就是這個之後 就是去錄影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有個節目是 常常要做那個什麼 嚇嚇叫有沒有 什麼 就是 做那種雲霄飛車 360度 然後 它就會前後 然後最後停在上面 然後 你就要在上面啊 倒掛 然後要吃東西啊 然後可能 有的時候是化妝 有的時候要吃西瓜什麼的 那一集是我要吃西瓜 就是拿著那個西瓜 然後它就這樣 往上這樣轉 那個椅子不是會 就是安全的那個 扣子是這樣子壓下來的 它並沒有這樣子 也沒有上面的那個安全扣 它其實還蠻舊的 然後那時候我才15歲 然後就很瘦 更瘦 妳看她行前是不是很滿 她15歲以後 這就是預留嗎 15歲要這樣 摔死 就這樣往上 一上去的時候 倒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我整個身體是在外面 就膝蓋 就只剩下小腿就勾著那個 那個蓋下來的那個安全 因為我太瘦了對不對 然後整個是 飛出來了 往外掉 所以你整個人是壓 就是 就妳瘦到那個桿子 根本封不住妳 對 然後妳要倒立 就是壓著那個 那個屋頂有沒有 就這樣倒著 然後因為同行 就是有一個攝影師在前面嘛 然後後面是宣傳 然後我宣傳看到已經嚇死了 他說妳怎麼會跳下去呢 然後我說對 我知道 然後我說怎麼辦 然後我說 然後我抓妳 他就 他也爬出來了 我宣傳也爬出來 然後抓我那 還好那天我穿褲子有皮帶 然後他就拉著我的皮帶 然後我說 攝影大哥怎麼辦 我快點掉下來 他說怎麼辦 有沒有忍性 我說我抓不到妳啊 我要服吃氣啊 然後我就說 還是要拍就對了 我說蛤 真的 可是我撐不下那麼久 因為其實是因為 妳要手臂量很強 妳要撐很久 所以妳放手會掉下去嗎 會 會掉下去 就已經整個出來了 太小一個 我太瘦小 我是一個小孩子 對 16歲 然後他就幫我就是 拉著褲帶 然後我宣傳說 那妳給我洗褲吃完吧 然後我就說 蛤 我怎麼吃啊 然後他說妳就一手吃啊 然後我就這樣壓著 然後就 我就把它放在那個屋頂上面 然後就這樣壓著這樣子吃 吃西瓜 吃西瓜 所以如果妳不吃完下面的人 會不讓妳下來 我不知道 因為下面的人 其實他們不太清楚 上面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那時候還好是那個 我宣傳就是這樣拉著 從頭到尾他真的是 拉著我的那個皮帶 要不然我真的就是掉下去了 妳人生也太經濟了喔 然後就轉回來之後 後來我跟他們講 後來製作單位也不准我 再上他們那個 瞎瞎小小姐 每一分都是辛苦錢 真的 真的 經歷好多事情 好勇敢喔 妳看起來葉蓉婷就是 真的 我真的整個訓掉 怎麼辦 被狗追 好勇敢喔 好 麗薇小姐 來 麗薇講過 唉唷 妳今天穿得好厲害 麗薇講過去吧 麗薇講過去吧 一下是工作人員出選的第二名 挑 這不太訓為妳吧 小姐 妳看得起來嗎 請說 我講一下這件事情 我已經發生兩次了 就是 我第一次發生的時候 是我三年半前 就給張久明做抽脂手術的時候 那我那一年我做了五次的抽脂 那是第三次抽脂的時候發生的 然後 那時候就是因為他 當然他抽脂是局部麻醉 可是他中間會打一個針 就讓妳睡著 大概15分鐘到20分鐘 然後 前面兩次都沒事喔 然後第三次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我怎麼飄起來 就是我的人就是在上面 打了麻醉之後 對 然後我人在上面 然後我是跟 看到自己 然後我是跑出去看我媽 然後 妳還飄出病房 對 妳可以控制方向喔 不是不是就是我出去的時候 就看到我媽媽 我就一直叫我媽說 媽 妳不是要在外面幫我念經嗎 為什麼 妳要去喝咖啡 可是我媽媽 所以媽媽都有沒人性齁 真的 我媽也沒有例 我就跟那個就是 歐陸的他姐姐 妳媽對她很美麗 妳不太看妳在上方 應該會 這個歐陸的他姐姐 就去外面 就是麥當勞前面那邊 喝咖啡 然後我還跟著他們出去喔 後來結果回來的時候 醒了後 我就跟我 我就跟我媽媽講 等一下妳回去是自己 被吸回去嗎 還是妳也不知道 不是 後來我回來的時候 已經醒來了 醒來的時候還在做手術 我推出去的時候 我就說 欸 那我媽呢 然後結果那個路的姐就是 張九銘她太太就講說 妳媽媽跟我姐姐去喝咖啡了 我說喝咖啡 然後我就說妳打電話給她 跟她講說我醒了 後來我媽媽就回來 我說媽我剛剛有看到妳 妳跟那個路的姐她姐姐去喝咖啡 妳為什麼沒有在外面幫我唸經 她說什麼妳看到 她說妳在做夢喔 她說妳是聽到吧 是妳麻醉的時候 聽到我們要去喝咖啡吧 我說沒有我真的看到 妳們是不是去前妹妹當場那邊喝咖啡 她說是啊 可是我覺得妳是聽到的 她說妳怎麼可能看到 好 那就被我媽媽說服說 這一次是個夢嘛 好那就算了 然後結果第二次發生的時候 我才 後來我媽媽跟我討論 這個是靈魂出竅 就是第二次發生是我 去年 兩年前的時候母親節 那天是禮拜天 又是我妹生日 然後那天就是 晚上的時候我就 她們一直打電話叫我回去吃飯 然後因為母親節要切蛋糕 那我一直胃很痛嘛 然後我就說不要 我說我吃了胃藥 然後她們就說妳趕快回來 妳生多多胃藥 可能是急性盲腸炎要去醫院 那妳先吃完蛋糕 然後吃完飯我們再送妳 急性盲腸炎還吃蛋糕 對 她們兩個會生日 她們兩個又是母親節 又禮拜天啊 我就很難過 就爬到樓梯回去 然後後來結果 就吃完蛋糕就很難過 媽媽說那我看妳這樣痛一整天 因為從早上都開始痛了嘛 她說那妳可能就是盲腸炎 那我先去買母親節的禮物 今天是週年慶最後一天 那我叫那個妹妹跟 就說我妹妹跟宣浩 我叫妹妹跟宣浩 宣浩開車帶妳去醫院看 掛急診妳打個那個點滴就好了 回來的話 然後再聊天這樣 我就說好 結果後來他們就很散漫 就開車帶我去紅恩醫院 然後到了紅恩醫院以後 結果診斷說是急性盲腸炎 就他們又照 然後又說要開刀這樣 然後我麻醉了以後 然後後來這一次又是一樣 就是又飄上去 就這樣又跑出去 可是我的身體就是像 像這樣子 我不會講就是這樣 身體是這樣子 我這樣看 可是我直不起來 我一直想要直起來 想要腳要 所以妳在漂浮的時候 一直是L字型的漂浮 對就是一直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一直 所以妳可以控制妳要去哪裡嗎 沒有沒辦法控制 就是妳到什麼畫面就是什麼畫面 然後後來結果出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媽媽喔 在那邊哭 然後一直念經過 然後我妹妹跟我妹男朋友在吵架 就在那邊爭就說 就都是妳來 叫妳早點帶著姊姊來 來醫院妳不要 然後兩個在那邊吵架 然後我也跟著哭了 因為我也很緊張 我心裡想說 啊 我該不會是怎麼樣了吧 然後後來結果後來我又 又飄到那個急診室那邊 我就看到很多 就是像那種 不是手沒有就是腳斷掉 不然就是臉這邊傷殘的那種 就是像那種 像那種 就是也是飄到半空中 可是就是一直這樣穿梭這樣穿梭 可是每個人的表情 都是很木蘭很呆滋的喔 就是就算他臉上有這個傷 有這個血 但是都沒有人 像我這麼驚恐啊 我心裡想說 我看到鬼了 然後後來我就 妳剛剛是把他一個張子嗎 所以妳在半空 看到了很多飄浮 就像這樣穿梭 我在急診室那邊的時候 但他們有看到妳嗎 我相信他們應該有看到我 可是我很緊張 然後後來我就 有看 我就有看到 有一個他就這樣子 我這樣過去 他就這樣子跟我 停住 定格 定格以後 他就 他就跟我講話 他就說 妳剛死啊 我說我沒有死啊 他說那妳在找什麼 我說我在找我的身體 結果他 他有回應我 他怎樣嗎 他就這樣 就這樣子 嘴巴就這樣 就覺得 我很可笑 然後就 就又飄過去了 然後後來結果 我就這樣子晃啊晃啊晃 然後我就很害怕 可是 就是 也沒有辦法 然後後來結果突然覺得 我戈背這邊 就是 手這邊就被人家很用力 這樣扯一下 我就 轉頭要看說 是誰拉我 然後結果我就醒了 可是問題是說 我醒的時候是我媽媽 我媽沒有 我媽媽沒有扯我 我媽媽只是這樣拉著我的手 就會一直在旁邊哭 因為我麻醉太多 因為之前就是 我 一年麻醉五次 然後又加上這一次 就是全身麻醉 而且我在麻醉之前 因為我吃東西 然後我有嗆到 她們就很怕說我回不來 然後後來我就 這次我就學聰明 我就跟我媽講說 欸 我先講喔 我剛剛有看到什麼什麼什麼情形 我說是不是 是不是有這樣 我覺得妳做得很對 一定要先證實妳沒有說謊 對 第二次我就 我就把這個起情 我看造型跟她 做得不對 妳不要這樣教她 看造型很危險 所以是不是妳以後 不能再做麻醉了 因為很危險的 妳的體質 離婚初這樣是快死掉的意思啊 就 平臨死亡的經驗 我很害怕 而且我講一個跟她們那個 比較相近的另外一個故事好不好 就是我去年的時候 跟我媽媽去那個夏威夷的時候 後來結果我們就 就是騎馬不比較重吧 就比較慢啦 就比較慢 然後一直就是落後前面 那可是那個工作人員他們是 就希望馬的進度是一樣快的 然後就講說 就叫那個馬的名字說 就跟著她先生 她前面是她先生嘛 公嘛 就說the follow 就跟她講 她那個馬這個聽得懂 就這樣走很快 然後我就認一下 就說 欸那 我就跟她講說 那這個馬會聽得懂人的話 然後她就講說 會啊 可是他們只聽我們的話 就是說 迅馬斯的話 不會聽你們的話 我心想 那 那都是講英文嗎 然後後來結果 後來我就等他們在 因為他們要往前嘛 然後我就跟那個馬說 quickly quickly 那因為我只會講 quickly跟slowly而已嘛 我就跟她說quickly quickly她那個馬就 欸就 就真的跑 跑比較快 後來我就跟 突然就跟媽講說 快點快點快點 我就講得很快 她就一直跑 我就很高興 結果她跑到前面 就撞到我前面 結果 撞到馬之後 她跌了 跌了以後我是摔下去 是滾的 然後滾滾滾滾滾 我心想 到底裡面 下面有多深 我是不是會掉在海裡什麼 欸 還好我滾到一半的時候 是掉在一個樹 樹旁邊 可是樹我是 我是弄在樹幹上 我是抱住她 可是如果是我 掉在旁邊那個樹枝 它旁邊還有一些樹枝嘛 如果掉在樹枝 樹枝一定沒辦法承受我的重量 我就幫我那個樹幹 在那邊哀嚎 然後我媽媽就 就趕快就 就她們都有看到 就叫她們趕快來救我 救我以後 因為我們隔天叫 我本來要送我去醫院 可是我們隔天 因為我們那個是旅行團 隔天我們就要回台灣了 因為我的身體是歪一邊的 歪一邊以後 我就上飛機 我還坐那個單架喔 就上 他們就說 妳可能怕妳有骨折怎麼樣 不要亂動 我媽媽還說 我有認識一個很棒的 那個中醫的推拿師 先去給她推 不然的話 就是說 怕西醫不好 那個骨折什麼 後來推一推更糟 就是根本就是 就是根本每天走路都這樣歪的 後來我就說沒有辦法 我說我媽媽我執不起來 我這樣沒有辦法工作 我就想 誰要 反正就是 誰還給妳 誰要退 給她喝酒就對了 那妳就 妳就比較顧妳這邊的客人啊 妳就說 欸 人家王總對我比較好欸 不要理這個 不要理這個 不要理你客人 那邊的話 人家不會有那個 那個 沒有興趣 對對對 因為就是掃興了 如果說我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 我還要賺錢 然後我到現在 我住了七天 就一直打針吃藥 打針吃藥 可是我還有去復健 可是到現在還是常常動不動 就會傷到 然後我媽媽就說 妳活該的啊 就是每天都說 快哩快哩快哩 我妹妹就一直笑 快哩快哩快哩 再快哩啊 然後我就覺得 我很倒楣 這白魔好媽媽 海上驚魂 配真差點回不來啦 然後就剛好一陣浪來 然後加上一陣風 我們就 就全部倒下去 就整個大翻船 然後我們三個就 拉著那邊就說 好吧 那一不然我們就 已經講到在哭 就說 那我們 就可能 就是同月同日死啊 什麼之類 對大家以後 不是在講遺言了 真的啊 我們是在講到另外那個文龍啊 他還說 我的媽媽 也太正情了吧 那時候我是在主持一個節目叫 嗨我來自台灣 然後我們去了土耳其18天 那因為土耳其這個地方 最漂亮的地方就是 它有地中海也有愛情海 所以我們那天就想說 一定要去拍出海的狀況 可是因為天已經快暗了 我們還要拍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們必須要 就是 等於是 拖團 然後要坐小船 先回岸上 先回去 那我們就想說 好 那就換小船 結果換了一個小船 那個小船的船夫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後面牽了一個 就綁了一個香蕉船 那我跟馬國賢良 就玩心大氣啊 就說有香蕉船 要不然我們坐香蕉船回去好了 我們想說 應該很快就會到了 所以我們都沒有穿那個 救生衣 都沒有穿 然後就想說 應該很快就到了 所以就坐香蕉船 因為很會晃 那時候我已經晃到 就已經開始吐了 就沒想到 到了愛琴海跟地中海交接 那個地方 浪超大 就浪很大你知道嗎 然後就遠遠的看著 我們的船夫越開越猛 他可能想說 哇 就是要漲潮的什麼之類 就越開越快 於是乎就剛好 就整個大翻船 他沒有故意在整我們喔 是真的大翻船 那我們那時候 三個人坐在那艘船上 就我 馬國賢 還有一個工作人員叫文龍 我們就想說 趕快爬回去香蕉船上面 就一直要游 一直要游 可是怎麼游都游不到 而且內陣浪一打的時候 其實那個線已經鬆脫了 就是綁的 跟快艇綁的那個線 已經脫掉了 所以香蕉船已經飄到 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然後我們三個 就在那邊載夫載成 然後結果那個 很奇怪喔 那個引流超大 所以你只要 因為我們沒有救生衣 是自己是不會服的 所以你要一直踢水 或是一直游 你就一直游 所以我們就一直游 一直游 一直想要游到那個小船那邊 可是怎麼游都游不到 引流超大 而且我只要一休息 我跟你講 我整個人已經 所以後來是我們三個人 就是拉著 一直 就是只能一直踢水這樣子 因為你怎麼游 就是游不過去 然後已經開始吃水了 所以我們三個 就等於在那邊一直飄 然後眼看著我們 越飄越遠 越飄越遠 小船越來越小 我就想說完了 真的會死掉 因為那時候 馬國賢他跟我說 他已經快不行了 他一講他快不行了 其實我才敢講 我就開始飆淚 我就說 其實我也快不行了 我說真的沒力了 真的沒力了 所以我們三個就已經到最後 已經是體力全部耗盡 大概半個小時 就是快不行 然後我們三個就 拉著那邊就說 好吧 那要不然我們就 已經講到在哭 就說那我們 就可能就是 同月同日死啊 什麼之類 大家以後 一直在講疑言了 真的啊 我們就在講 然後另外那個文龍啊 他還說 我們來世還要當好朋友 你太深情了吧 你們來 真的 是有攝影機在拍嗎 沒有啊 誰拍得到 可是後來 我們就是當覺得說 已經快不行 快沈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基本上 我已經沒有力了 然後文龍 文龍他真的很好心 他說那佩正 你要不要先趴我身上 你知道他還這樣啊 他還說那你先趴我身上好了 我讓你抓 你太感人了吧 對啊 他已經過世 他已經過世了 沒有 他已經過世了 就是在這次意外當中嗎 他不是這次意外過世 他這次意外 後來回去之後 他就開始生病 然後拖了兩年 他就過世了 真的 文龍是真的過世 所以我每次講到這件事 我就想到他那時候講說 我們來世還要當好朋友 這件事情 天啊 他就是我們來世 他過世是因為這次太累是不是 蛤 他就說已經傷到了嗎 對 他有 我跟你講他吃很多水 他後來是 我們 其實因為我們都 後來是因為有 另外一艘船過來救我們 我們大家爬上去 然後他就是一直要照顧大家 你知道嗎 其實我那時候 我是最慘的 因為國賢他 至少他們是男生還撐得住 我是已經就是整個 已經就是 虛脫 然後那邊不能動 然後他們兩個都還 就是撐著啊 然後這邊照顧 可是他後來回去就開始生病 我不知道跟這一次有沒有關係 可是我也是這一次之後就腫瘤開刀 有一天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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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個人也太精險了吧 不一定 因為評審可能喜歡 快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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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哩哩哩哩哩 其實真的比較有趣啦 還有甜哩 跑步也蠻好玩的就是 因為妳那個真的太傷感了 對啊 我現在回想這件事 我就覺得我命真的撿回來 可是我人生當中 其實也發生過很多 莫名其妙的衰事 我以前 我有一次拍那個大愛的戲 然後我從來 我很少 很少坐他們的工程車去 我都是自己開車 然後那次可能是我太累 我就想說好吧 就坐工程車上山 然後拍到半夜一兩點 就準備要收工回去 然後我想那個執行開車 我應該很累 因為他整天都沒睡覺 開開開開開 我還正在講電話說 哇 我收工了 才正講我說啊 我收工 就整個車子 砰砰砰 就翻了 大翻車 然後我根本不知道 翻了什麼事情 因為我只聽到 那個執行說了一聲髒話 就你那一剛講的 他就說啊 然後就 我就 然後再翻過去 然後我再次醒來的時候 我是壓在演我阿嬤的身上 就是阿嬤 阿嬤就 阿嬤就快不行了 阿嬤被我壓在身上 因為車子有翻 然後我的眼睛一打開 我壓在阿嬤身上 然後我看後面兩個化妝師 跟造型師也是互疊在一起 然後我就看到 最慘的就是駕駛跟坐在駕駛座旁邊 那兩個人 因為他們被倒掉 因為他們有安全帶 所以被吊在那邊 這樣好痛 好痛 一直叫 然後我想說 怎麼辦 怎麼辦 那現在怎麼辦 那那一台車子還不錯 就還滿先進的 有衛星導航救援系統 我說欸 你們知道那救援系統 趕快救援 趕快救援 因為我都很怕車子漏油會爆炸 我們都看很多那種電影嘛 我想趕快救援 他就按那個救援的系統 就那救援系統說 您好 這裡是道路救援系統 請問有什麼需要為您服務的嗎 碧姓辰 您好 就很有禮 然後我就想 陳小姐 快點救我們 我們翻車了 請不要慌張 我知道你們翻車了 請問你們 翻車的地點在哪裡呢 在哪裡呢 不是 不是 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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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陳小姐很有禮 陳小姐說 請不要慌張 那請問是在哪附近的田呢 是哪邊的田地呢 就不知道 快點來救我們 快點派人救我們 說我已經打火了 妳不是知道我們在哪裡嗎 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先確定 你們要合乎保險的規格 那請問你們的保險訊號是多少呢 我怎麼知道我們有保險啊 而且那請問已經講不出話 我們都快死掉了 都快嚇死了 然後他還一直在那邊很有禮貌說 那請您要找出你們的保險訊號 我們才有辦法繼續為您服務喔 不可能吧 我就快點瘋掉 後來我就罵髒話 我就說快點啦 你們叫你過半 我們都快死掉了 還這樣 請商務照 馬上為您接洽 然後就 轉接 轉接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不行 等他轉接不知道民國幾年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不如要汽車逃亡吧 然後就把它把窗戶打開 因為我們是這樣翻過來的嘛 所以窗戶就變成要倒著開很難開 就搞很久 然後慢慢一個一個大家爬出去 你知道我們一爬出去 我們全部嚇傻了 因為就在我們島的地方是田對不對 田的旁邊就是那個 那個叫山溝 對 就山溝 所以如果我們 就差一公尺的話 對 就差一點點 我們就掉到山溝裡面 山溝就還滿深的 大概一兩層樓那麼高吧 哇 那就 就都是水 然後就山溝啊 就溪水這樣子 很危險 所以就差一點點 我就覺得我們命很大 那爬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安全爬出來 爬出來大家都安全 陳小姐到底有沒有派人來救人藥 所以我覺得那救人系統真的很痛 可是他真的很冷靜 好誇張的救人系統 對 我很怕他覺得我們在開玩笑 對 他看因為你們 嗨或者忙這邊算了 他真的太冷靜 冷靜到我們都很害怕 天啊 這位評審呢 有兩個是同分嘛 那可是這位評審覺得冠軍是這一位 所以冠軍就是這一位了 OK 那最低分要宣布一下 就是 兩位評審都決定最低分 就是賈星溝翔 沒有啦 賈星溝 他也很猛 對 因為聽完覺得他們是溫馨小朋友 好無聊喔 好 好 組溫馨妹 我們的溫馨要頒發給佩甄小姐 好 好 謝謝 好 他還有很多倒楣的故事可以講 而且他鬼故事也很厲害 對啊 下次再來講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好重喔 謝謝 謝謝 謝謝同學